搭配柔和的音乐是律师也是生活养生工老师的游慧金 让身体和四肢随着音乐和缓的自然律动 但是更仔细看 会发现每一招动作里面 身体和四肢的每一个部位 其实都结合螺旋、延伸、开合以及脚转四种细节动作 同时配合着内在的吐纳呼吸 练功运动流汗促进身体平衡产生良性回馈 保健身体 身体和精神好自然就比较不会生病 动灵和青春永驻的现象自然产生 这就是生活养生工的好处 我跟大家一样 我是能躺就不要坐 能坐就不要站 工作累了回家就想休息 但是这样长期下来 其实也知道自己的体力 自己的健康的状况是有下滑的 好 那那个时候 我先生他就很鼓励我去学习这个功法 好 那那个社大的罗老师 好 罗里尤老师 他那时候在社大刚好有开设这个功法 那他就很鼓励我去上 那么为什么 我会很积极地一直参与到现在 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 是他跟我说 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是可以青春永驻 好 他说只要学习这个功法呢 五十几岁看起来像三十几岁 好 我觉得这个有必要试一试 别看这和缓的养生工 光是练完两三招后 就会汗水淋漓 身体自然排毒 在基隆律师界相当有名的美首女律师游慧金 除了给人美丽和精明干练的女性律师形象之外 其实这十多年来游慧金在忙碌工作之余 更投入生活养生工的学习和专研 保健身体肌肤仍然白里透红 仿佛岁月不曾在五十年左右的人生中留下痕迹 也升华自己的人生 例如说肌力的增强 例如说身体的延展 身体的韧性 柔软度 这些都是基本的 你只要持续练习 那这些都可以做得到 那么其中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什么 就是说练功的时候 我可以得到心情的平静 可以在这个练功的当中 忘掉我工作上的压力 跟我一些情绪上的困扰 那么在这个当中 其实也很重要的就是 我学会到说 觉察到我身体的状况 认真练功多年 获得养生功恩师罗老师的认同 今年九月开始 在基隆社区大学 每周四晚上七点到九点 开设 生活养生工入门班 希望继续推广养生工 造福人群 即日起接受报名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起参加 身体的开 开的时候你可以吸进到大量的氧气 合 合的时候 你的心跳会满 好 延伸 延伸你的 人家说这个 筋长一寸 瘦延十年 就是说伸展你的筋骨 是很重要的一个 动作的元素 再来就是螺旋 身体各个关节各个部位的螺旋 小到手腕 手肘 肩膀 这个螺旋 大到脊椎 从脚 到腰椎 胸椎 脊椎 整个脊椎的旋转 这些动作呢 可以帮助我们 把身体的废物拍出来 使我们身体的空间能够开展 进而达到健康的效果